我们已经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了 然后现在我要来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其实已经留这个头发 留了差不多快两个月了 那就是因为想说想要留一点长一点点的头发 让你们看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造型 所以我留这个头发留了很久 可是我在拍戏 然后我们的化妆师已经开始天天跟我抱怨说 头套已经越来越难沾了 因为里面的头发越长越多了 然后剪一个新的发型 再与你们见面 就想要剪到这样子 这个长度 就这个时候的这种长度 我的头发已经剪好了 我其实还挺开心的 因为已经留了长头发好久了 然后一直都没有这种比较清爽的感觉 现在全部给剪掉了 刚才其实没有剪这么短来着 可是我说好像可以再短一点点 所以我们又把它往上移了一点点 然后希望这个新的发型可以带给我的夏天 一个非常清爽的感觉 好啦 我们现在带来吃饭了 我每次只要工作完 吃东西 能够吃饱一顿饭 我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们来尝尝这个醉鸡 这个醉鸡其实有一段故事 刚才我其实没有点它 只是他们跟我说 他们家的小草莓了 给我们换了一个醉鸡 我说好吧 好难过 这个食物是妥协来的 如果吃醉鸡 开车的话是酒驾吗 如果 吃醉鸡骑膜拜也算是酒驾吗 应该算应该算吧 是吧 吃醉鸡真的会让身体有酒鸡 我吃了才会 喝了 嗯 我喝了 好幸福 多吃点 孩子还在长身体 这个是芒果吗 我很意外 吃肉 这个是我们今天 最后的一顿餐 吃完这顿饭之后 继续努力拍戏去 去制造 好的作品给你们 然后也感谢 我多出来的这一天 可以给大家看一些 不一样的面貌 就包括我今天剪了头发 就希望可以一直给你们 呈现 不一样的感觉 那在我的生涯里面 我也希望能够一直为 观众跟粉丝们制造 惊喜 继续睡吧 晚安